不可思议,大开眼界,如来佛主的顶骨设立居然就藏在这座宫殿里。 更不可思议的是,为更好地保存如来佛主的顶骨设立,南京花了四十亿打造的这座像佛头的豪华宫殿。 这里就是位于南京牛首山的佛顶宫,里面存放着世界上唯一一颗如来佛主的顶骨设立。 据说,这颗顶骨设立一年之中只有几天时间才能看到它的真容,十分难得一见。 整个宫殿设计有九层,只是地下就有六层,佛顶骨设立就藏在最深处。 最中心的佛涅槃的卧像最为震撼,全身金碧辉煌,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瞻仰,步入千佛殿。 佛博一花一世间,八十四朵莲花通向八万四千法门,千尊佛像就好像洪荒宇宙洒下的漫天星辰。 点点的繁星似乎伸手可及,天人合一,走入禅境大观,看它封印天地轮转。 穹顶之上,梭罗树在日月星辰中变化,菩提树于鸟鸟燕蓝中开化。 这样的设计是让人们再见到佛顶骨之前,能够了解佛教故事, 用心体会自然万物,历练过后方能以宁静平和的心态进入佛顶宫, 也颇有一种感受禅修的意思。 当你见到供奉佛祖顶骨设立的圣塔时,没有不被震撼到的, 它是由二十多种传统工艺制造而成,上面用各种宝物镶嵌,在浮以激光投影。 那真是美轮美奂,如此震撼的美景,屏幕前的你不妨亲自去看看吧。 关注我,更多天下奇景等你来看。